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是说的 也没人在跟逼他 是 老大 游戏 是我 是你 我回来了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本意 你告诉我 我来解决 他妈谁呀 看不见我咱们游戏约会 来了你 啊 放开你 你还是走吧 不知道我只不能让人家死 我去考虑当兵吧 我去找我求你 原来是个臭当兵哪 你一个穷兵蛋子还敢回事我们家游戏 实际上 你才是破坏蛋 游戏 我知道这五年你说的问题 我还怎么想你这一切 没说过我们生的运气 我现在回来了 家庭 穷兵蛋子 你他妈是穷疯了吧 拿一个破木牌就想请我们游戏 你想吃软饭当上门女婿 你明明是这样的吗 走出马开 反他周围的话 走听我苏一波 游戏 游戏 苏游戏 你今天要是敢跟他走的话 你们苏家定同你了 甚至 你 要不我 去看个礼物 我就跟他说 他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当兵 要完成很重要的任务 那我去接礼物货来 嗯 好 喝酒 就是我爸爸吗 对呀 他就是我们零二的爸爸 哎 零二 老实说外面坏人很多 你怎么证明你是我爸爸 可是 他真的是我们零二的爸爸啊 但他没有穿金装 也没有电视里的叔叔帅 要不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答对了我就相信你是我爸爸 好 那你问吧 我喜欢什么颜色 绿色 我喜欢吃什么蛋糕 草莓蛋糕 草莓蛋糕 爸爸你怎么这么笨 都答错了 哈哈哈哈 草莓蛋糕 怎么你问的问题他都答错了 你还认定他就是你的爸爸呢 因为爸爸喜欢眨眼睛 林二也喜欢 说明他就是我的爸爸 怎么那么就知道 其实是他的父母 人生的父母 送了我 和他拼起来的 给他帮忙 什么 什么 你 明明知道我给妈已经给她定好了婚事 他竟然敢自作主张 跟那个穷鬼在一起 王上 你可别着急 我现在就给这个念价打电话 我就不信 他真敢怀悟这天 苏有希 你还有点把这个穷鬼 带到奶奶面前 大萌 大萌 我今天来 就是告诉你 肖仙墨救死你二伴 苏有希这辈子 绝对不会嫁给任何别的奶奶 苏有希 老子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让这个成鬼不利刻骨 否则的话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不客气 你想走 我的手机里面 可是有很多 如果苏有希敢和别的男人 扯上任何一丁子 我就把小事迭发到网上 让整个江城的人 当面 黄文宇 你未免太不要脸了 从未曾经当中见过面 你竟然找人 抬葬这种恶心的视频 空口无凭不是吗 你就锁着这条心吧 像这 富庸下三滥手的人 绝对不能超越我女儿的爸爸 哦对了 说到你女儿 我更能忘了 四伯爷 我明显地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晚上都上网 不准 明天一晚 你女儿的评学老师家 都会看到这个事 到时候不光是我 远远的女儿都会给谁笑点 还不死头呢 我看了你 我给你十年三十岁 让我说得过十年 我知道了 我事实 还超级的 我问你 你本人又是一个人吗 我骂了他 你杀了谁 你 你 王叔 你没事吧 我搞了所有心 你找的是冲男人 竟然敢跟我说大 是吗 你们谁 我都会 别碰了 有心的眼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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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佑熙 你不过我们苏家的恶活 非要嫁给这个厨轨 那么 我就把你家的房子收回来 让你一家人 睡到桥中去 你家这个不孝雨 王上就算了 还跟肖天梦这个穷鬼搞在一块了 就在刚才 这个穷鬼还打了王上 干什么呢 六夕 先带灵儿去吃饭吧 天塌下来 留我给你灵儿 喂妈 说有戏 可没钱货 我说国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全都是你害的 妈 你问他怎么了 打人打电话过来 要和我们一家断绝关系 赶出苏家 你爸爸急火攻击 心脏病复发了 你还不赶快到乡丑医院来看看 柳西 怎么了 我爸他心脏病复发了 他不得赶紧去乡丑医院 让你快回去 老子杨碧卷 送我家的医院 要快 老子杨碧卷 送到家城医院 要快 老大 你家在僵尸时 你不是说方针了吗 我怨恨心脏病复发了 另外 过两天在心脏病复发了 安排苏英美 付货给老众 是老大 温月 我求求你 你救救我们俩老头子吧 是什么呀 你说他在什么呀 谁也有什么在这 这家医院是闻院的叔叔开的 你爸现在问个困惑 将来不及转院了 他让他等转眼给你把他做手术呀 黄温月 是不是你再重新做个 不让医生给我爸做手术 哎 你可别乱说啊 实话告诉我 我叔叔可是心脏学方面的 全无一种 但是现在不是他的上班时间 我凭什么帮你 冤大的事 也得给你 我才知道 黄温月 难道就没有其他医生了吗 不好意思啊 就算有 他们也不敢给你爸这种病危的 感觉成熟 黄温月 现在是人命关天的事 我这件 我跟安人这些放到一边 你瞅你 给院长打个电话吧 救救我爸爸 现在知道瞅我了 你早干嘛去了 你这个不管不顾的男人不是也来了 他这么厉害 你让他帮忙 陆温月 你还不是从心想害死你爸 你把这个群伙弄到这边干什么呀 你到底是没心还是没脑脑子呀 你怎么会看着这种人 他能磨磨几年 他有多少钱 几千还是几万 小天莫 你该给我滚蛋 我跟陆温月的爸爸 是绝对不会允许你进我们家门的 陆温月 你看陆温月 只是你第一个女婿 今天那个事 是陆温月一生不过 你怎么大醒了 这没意思 是陆温月 那边跟他阿姨的面子上 好 不过了 陆温月 这也不愁 陆温月 几千 你孩子都能打上游过 我在这儿跟刀组 年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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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能信我 你还有你 还有你 还没别去信他不行吗 还欺负他在你 好 肖天沫 你个杀千刀的 很好 作息给我记住 害死你爸爸 是你 不是老天 而是肖天沫 老天沫 你赶紧给我滚 董哥要给我滚 董哥要给我滚活圈 好 不如就会认识这个 你们等着 就凭你 你这个废物 哪把一边上起来也不知道 就会装不作样 穿片沫 你一天除了会装 还要干什么呀 是我看错你了 董希 明星说的他已经走了 你肯给我个人打个电话呀 你向他道歉 你向他道歉呀 我能找运吗 过来给你爸做手势 求求你爸爸吧 你叫我爸 跟星星的闹掰 把他还帮过来手馆呢 王文远 我求求你 你院长打个电话 救救我爸爸了 我爸爸他撑不了多久了 这么说 你是当愿我们上下了吗 我答应你 你说 你要是早点疼 我就没这么多事 嘉里啊 刚刚我叔叔给我打电话 让我通知 让你现在去给急剑室的患者做心脏手术 可 可我来医院实际 连半年都不到 我我也没有亲自自己去吃 我心脏手术啊 我叔叔真的有事走不太身 这不正是你面手的好机会吧 可万一出了人命可咋办呀 你要是再磨磨叽叽的 这边老是这 不该去 站 这边 找他怎么样了 马上就要我不行了 幸亏王文远答应帮忙 这会儿就死定了 还给你看到王太太 他呀 可救了你爸的命呀 而且 他还拿到了龙帅婚礼的邀请函 你要是成为王太太 他肯定会带你去的呀 对呀 游戏 我听说 你很仰慕龙帅 就算没有机会嫁给龙帅 那能过去 看上一样 也是你这辈子的负困呢 怎么办 怎么办 这 就是要求人命了 好少年 还 还我呀 我这连 范家神医集都没骂呢 这手术好不得做 好不得做 好不得做 小天墨 你这穷鬼不是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难道是因为我刚才骂了你两句 你要害龙帅 他敢 没管他 王院长已经在里面给龙帅做手术了 是啊 文远给他叔叔打电话 虽然 王文远 孩子 看上去 有点麻烦 但我们这里还是善良的 你这个群鬼 敲锅了 不贵的是妈 那个大波 给我们家又夕找的女婿啊 哟 哟 还带个狐狸精来 还带狐狸 你怎么来了 对不起 你相信我 我可以救你吗 你干什么 那可是你爸 他恨你爸 你是谁 你怎么在这给我爸做急救 谁让你来的 这房单是要让我来的 我真不行 我才实习半年 我我一座的手术 真是个混蛋 你不是叫他悦者叔叔吗 好了赶紧走吧 我让你远复 这怎么用起他爹的命 别和别乱来啊 想活命 闭嘴 什么人 竟敢 王 王院长 你是哪里来的神经病 竟敢上去动我的病人 不要打着打着尸身 王院长 你终于来了 你快点救救我们家老头子吧 你快点闪开 王院长来了 这 莫名 我非这就是传世中的天龙二十四神针 难道你 你就是传世中的北京船体 龙帅大人 怎么可能 差不多就是个穷兵蛋了 怎么会是龙帅大人 就是 不过拿了几个破针 还龙帅大人 他也配 就是 王院长 你认错人了吧 也是啊 你这么年轻 怎么会是龙帅大人呢 依我看 是龙帅大人新生的小徒弟吧 哈哈哈哈 闭嘴别吵 王院长 看看你的好事都干了些什么 王大少说 我我要是不做这摊手术 就让我卷扑盖卷走人 行行行了我知道了 你赶紧出去 爸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你快吓死我了 可多亏了王院长啊 我说我救的你 是这位小兄弟医师的针 多谢小先生 救命之恩 院父 不用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 院父 我是游戏的丈夫 我叫小天沫 王院长 您就别推脱了 我知道 是您职责王门远 给您打的电话 然后你又大老远 来了这么一趟 他才不可能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反而随便找了一个实习医生 给我的病人做手术 罗奎了这位小兄弟 及时阻止了他 王门远 你丧尽天良 你竟然安排一个没有经验的实习医生 给我爸做手术 谁说没有经验 我刚才跟我叔叔打电话 他在京都参加一个学术研访会 一时半会回不来 我才让李医生代替的 李医生可是很厉害的心脏学专家 王院长现在就在我面前 你还叫脸说瞎话 那可能是我婶婶搞错了吗 你无耻 像你这样的人渣 就算是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 我也绝不会多看你一眼 苏家小贱人 老子之前是不是给你脸了 老子现在直接通知你 下月八号是你奶奶定的日子 你要是嫁不到我王家 我让你整个苏家都去喝西北风 下月八号是你奶奶定的日子 你要是嫁不到我王家 我让你整个苏家都去喝西北风 哦 对啊 让那个姓霄的滚珠江城 否则 就等着给她上坟吧 女婿 刚才是真味道吧 要不我请你去喝两杯 苏古林 你不许管她叫女婿 管她叫女婿 那她和又琪也有了孩子 那我叫她什么 你跟苏又琪不愧是父女俩 她眼睛就吓到一块去了 你 你 哎 小号圈小号圈 小兄弟 你的医术这样高潮 不如留在我的医院当个领导 平时我也不用你出诊 这样我给你一千万的签约离 你没事的时候 你就交了两次不行 你要是愿意出诊的话 所有的治疗费全都归你 你看看怎么样 不好意思 我不谢谢 什么 一千万你都不要 萧天墨 你不装逼会死啊 就算我装逼 跟你笨 你 爸 你看她 苏古林 你看看你们女儿挑的什么样的货色啊 大哥 这俗话说的好 不管黑猫白猫 但是老虎的 就是好猫 这萧天墨 如旦救了我林的妙 而且 还让王院长 该愿重金凭他做疑问的人 哎呀 这样的七年才俊 你爸 整个江城也没有几个 没想到 都到我们家了 这呀 多亏了 他刚才坚持 是吧 你们家呀 给我等着 当我参加完龙帅的典礼呀 我有的是办法 搞死你 还有你啊 苏友希 还有你 苏友希 你可别忘了 咱们苏家可是有一大半的业务 那和王家都是有关系的 而且现在王家已经拿到了龙帅的邀请 你要是坚冬 你要是坚决不离开这个废物的话 那咱们搜过 我看出来了 你们都认准这个废物当女婿是吧 那我就让妈来教训教训你们 喂 妈 老曾他们家要翻天啊 苏又希 我现在以苏家家族的身份命令 现在立刻和萧天莫一刀两断 求着王文远的原谅 是奶奶 苏家王文远那个混蛋 差点害死我爸呀 你以为我在跟你商量吗 你要是不嫁进王家 苏家几十年的毕业就要毁在你的手里了 我不嫁 好好得很哪 既然你不把苏家的死活放在眼里 那你就给我滚蛋 从明天开始 家人时尚交给营美负责 奶奶你 又希 我们走 没了苏家 我也能让你逛人分手去 妈 都是消电话那个废物 你不知道他给又希逛什么你回来 你要是对付你就对付他 可千万别欠缴我跟胡林啊 胡胡林 你这个废物 言自己女儿的管教不好 给你们三天之间 要是胡又希还是那个态度 你们俩别对我活蛋 娘 你真知道我做爱事好不好 那我们 是 是 又希 小学长 给我两件事 请皇上来 和我们中文献网上 滚 你不说牛会死的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一家一公 被赶紧给你才趁心啊 小天爷 你要真的喜欢我们家又希 你就滚得越圆越好 我刚才愿意也听到了 副优伟和王文元 已经拿到文帅的邀请函 你把他俩都已经得罪完了 你自己的日子都没有了 你怎么给我们 公家真心献死你了 当又希接过我的龙佛 说出我愿意三个孙子 我就决定给他一生的容量 什么司律家王子 根本入不了我背 他有那可笑的邀请函 只要又希想 我可以让他当他给了文主权 真的你可以 你懒得跟你就有人废话 胡伯林 一言一言不过 你还没当作公贵 哼 有希 生命因素十二 难道你可不觉了王军党的重金邀请 可见你是一个好不远的人 只愿当了五年兵 他也没有这么赔武费啊 这两个费武 能让你到龙塞军的民主权 就谁要收到 你还没法 其實在这三年兵 你女人在那里嫁过去 那你肯定是地道某 你可别冒 我刚刚在医院 我孟军兰就对你几个杀死了 今天更遮住你 你先点一边洗澡水澡 我叫你 你天天说 刘夕 老太太逼你离开公司 我感谢 李森林 我把家里时尚老科为例 又成了苏联最专行的公司 这当中我付出了多少薪金 只有我自己薪金 可是现在 奶奶一句话就要把他从我手里夺走 当然不甘心 可是 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既然你不甘心 那我就让苏联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情吃牛啊 就是因为你们老说我追 我再进去一把手去行吗 我先带你儿子洗澡了 你一会儿把隔壁的小房间收拾喝 现在奶奶没把我们赶走出去 拿出一碗是一碗的 喂 燕燕 把家人时尚的全部业务发送到我们 通知各大部门经理级别以上人员 立刻会议是开会 苏总 会议的主题是 新总裁少年 连个欢迎仪式都没有 我倒要问问 这些人到底干什么吃的 是苏总 我这不吃啊 苏总 不好了 公司不大根的 你先塌下来了 这总裁办公室都不让敲门 苏总 这些人早就教你们了 苏总 一个很重要的供博厂打来电话 要求与我们终止合同 那就换一家呗 这年头有钱 还买不到材料吗 苏总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供博厂 它提供给我们的是罕见的金线材料 用量稀少 全国只有一家生产 家人时尚以前不是只生产衣服 跟护肤品吗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罕见的金线材料 苏总 你刚来公司可就有所不知 一周前海军一号人物的夫人 参加了我们的海军 参赛的争讨 可以派人下个单 我们按照他们要求 做了一件一种一样的礼物 就差点说 金线冲丝了 明天就给交货 公益仓突然变化 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什么 不认得地带 快 拨通一下金线工夫商的电话 我亲自跟他说 哎您好 刘总吗 我是佳人时尚的新人总裁 苏颖美 苏友系呢 我确认是说 苏友系的工作 家人 女孩 苏友系到底哪点比我强 我听说这个刘总 我官方背景 您说话 客气 你帮你选了 我他们今天赶紧走公司 苏总 这方不是说了吗 有什么事 和钱 苏总体 证明这个事情 还有会员的意义 要不您再 我明白了 苏友系内贱人 肯定跟人家有一盆 而不甘心 被我取代 所以让苏总 想刁难我 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去 苏友系 这个臭婊子 竟然和布货上斗的 故意刁难我是吧 是我找人刁难你的 苏友系没关系 怎么是你 苏友系那个贱人呢 让他给我出来 真美 昨天那两八个 没来人找记性是吧 算你狠 你给我等着 奶奶 苏友系高的金线里头的供货商 居然来刁难我 我该怎么办呀 先别管那些有的没的 苏友系搞出这些小动物 何非就是想回公司吗 你跟他说 我同意他回来上班 他官府原职 一向为副总裁 礼服的事情 他还是主要负责人 奶奶 凭什么让他 骑在我的头上呀 都什么时候啊 你还在意这些心情 赶紧让苏友系回公司 我也去跟老三说一声 苏友系 奶奶让你上班 金线礼服是你接的 你必须负责到底 苏友系 肖天墨 说过 让苏友系出来 想要苏友系重新回到公司 苏波威和苏老太必须亲自 都能给苏友系导致 不然的话 不关保证 在你们参加税甲大典之前 私家就很笨 哎 小天墨 你怎么出去了 刚刚苏友买过 他想让你回电子上班 真的吗 太好了 小天墨 这么说的话 那就是奶奶改变主意了 太好了 哎 小天墨 你赶紧送你儿去幼儿园 我现在就收拾一下去上班 可恶 刚刚你替你拒绝了 什么 小天墨 奶奶能让我回去上班 就因为着 她不会赶我们一家出门了 这么好的事 你怎么连问都不 我一声就拒绝了 苏友系 你怎么这么单纯 当初你爸心脏被复发 都没能让他们改变主意 还有什么事情 是能让他们套铁 胖部玩家的高知的呢 老实话 肯定是苏英美 遇到什么困难 早就让她回去背部 如果这是谁呢 那次真遇到男子了 那我作为前少才 你应该去帮忙吧 意思 如果苏三家就出事了 那我也没什么好 要帮忙 也要等他们来请 趁当你固执 就来慧之则去 不是 好了别可是 就要想说的 不讨论 我们再来个新闻 不讨论 又是你冲去 对了 刚才奶奶来电话 让你回公司上班了 奶奶 可以给你打电话了 你还愣在这干什么 赶紧去换身正式点的衣服 把人回公司上班了 我已经跟所有人没说过 想要去回公司 BG老监狄 让你们俩亲自的习 毛天公 你做什么东西啊 你查出我们差点的事 老监狄给我们打电话 让游戏会和我们的上班 就说明我们不会被赶出去了 你这样做 他这要杀线刀的 他真要黑死我们家啊 他真有办法让妈和大哥他们来亲自接就戏 你就别做白日梦了 自打女妈接管的苏家 她的眼里就只有你大哥的母女俩 别说亲自来咱们家了 她真的都要求婚 你说什么 都是你妈的儿子 你可能就为了这个不要 爸 那我就先上去了 我打算在网上看一下 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喂 妈 你怎么也许子 你跟人家打电话 跟嘴声就好了 是啊妈 还老太太亲自过来 又欣呢 我听说她病了 我过来看看她 又欣 老太太听说你病了 特意来看你 快点下楼啊 又欣赐那边 她这话正在我她的工作 小天鹏 你在这儿导什么话呀 我滚边去 你是真的生病吗 小天鹏我不让人到的 你千万别消气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苏家对一次又欣赐来 你没想过吗 小天鹏 你赶紧你奶奶不计划吗 小天鹏 你赶紧你奶奶不计划吗 小天鹏 可没人承认你的身份呢 小天鹏 你这么说你都过了 听到大话了 而且是只有又欣赐出现 将近 小天鹏 我才是你们的 被冲刀的鬼 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啊 副朝之下 也有团团 是没什么好处 是没什么好处 你还要把金线材料送到这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好好好 一会儿你拿到了金线 马上去生产部 告诉他们 今天晚上下班之前 把周夫人的碗里头做好 好的奶奶 小天鹏 你出心积虑的 激进我这两个孙人 你到底按了什么心 老太太 你想说了 就算十个数字 放在我家前 你给我看 是 大烟不惨 走 妈 你慢点 小天鹏 你真能挑衅老太太 你知不知道 你刚才差点 害死我们一架呀 老太太在心子上 老太太 难道你们公女的良心性 还是这么多年 私下的活动还没活动 你 你 这苏又熙 我看她是翅膀硬了 竟敢联合一个外人 将有一句 妈 咱们让苏又熙回公司上班 那王家那边走 王文远 不会对咱们苏家 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吧 王文远要搞也是先搞苏又熙 跟小天鹏 暂时动不到我苏家的感情 等我参加完结甲大典 赶在王家之前 先把这对狗 彻底彻底收拾 走 我敢肯定 这个女 肯定是实际 初恋太带的孩子 一天王家会 也不太好 她最近是个闹 真是直面孔之心 这么漂亮 我也想试试 可惜了 她老公还在 没办法下手 怎么办法下手 搞不懂她老公就带孩子的柜子 靠她出去卖一样 就行 没人啊 这晚上多月啊 给你干小视频什么价位啊 滚 现在再拿着盖了 给老婆出去卖的视频 已经传遍了整个江城 营养摩托鲜切 我多问一句 已经很追问她了 三千 那价格有点高了吧 但是我同样的价格 在副所找了两十年多 我找 相差了一点 但是关了灯 多了衣服 只不定谁说声音 我最后再说一次 滚出去 好一场精彩的表演 王文远 你也太无常了吧 我不行 现在在大家眼中 不行的是你 这就是你惹吗 我王文远 你下去 还有你 你不是很能打吗 看你这次 这一句 没有啊 江城风产的小视频 五分钟之内全网人 一起切代的降能影响 另外 从之江城敌鼠来抱怨我抓人 同样也受不了 我就在这 张天默 五分钟 消除全网市 你还要消除你 什么 你这个比方 从今天 今天下午十六时三十分 一则贵亚视频 从某IP地址发出 现已鉴定该视频为AI换链合成 和网上摇滚亮 中有新女士无关 现已删除所有视频 同时警方根据IP地址 公司 警方根据IP地址 王文月内的男人 不可能 小天默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别多想 我只是认识一个关机特别好的老战友 推移以后在新闻频道上班 正好负责查播快剧方面的工作 原来是这样 你们俩两人是他 还想抢占人家梁家妇女 这样是你家里的事例 想弄威非做的 新闻上的报道 我还要回身旧 小红包 你就嘴嘴太醜 下次见 刘叔叔 刘叔叔 你给你吃人家 你不许我还得报啊 快 我报他 王队 警告已找到了你两项目下的证据 指望我得一道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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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队 王队 啊 这次王队的花员被抓走了 你男的爸爸 我是全天上最最最最 厉害的爸爸 小平王 这次 真的谢谢你 我离开这么多年 这次 都给欠你这么多样 现在我回来了 做什么都不离开 苏又欣 盈美可是你亲姐姐 就算是她犯了天大的错 你也不应该叫人把她给抓起来啊 大伯 你在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让人把苏英美抓起来了 不是你是谁 刚才一亲警察来家里 说是盈美参与了伪造视频 毁了你的情欲 然后就把人给带走了呀 同意你的意思是 王文远他伪造视频在网上污蔑我的事 其实盈美他也参与了 我 我怎么成 也许是王文远家伙给盈美也说不准的呀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给我离开去警署 天亮姐说 让他们把盈美放出来 我 我 初博伟 你女儿化了 自然是个三个女孩 现在就期待 你要再等到地方 这个就不着 也许 小天默 谢谢 我们走吧 先中了 坏人不管吗 有些啊 盈美昨天 刚介绍公司 就受了一肚子气 所以才一时无度 做了伤害你的事情 给我个面子 你就放盈美一马吧 还有黄文远 你要是让他坐牢 黄家万一动怒 撤走咱们苏家的业务 别说前程了 整个苏家的资金链就要断了 你也是苏家人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啊 奶奶 奶奶 别犹豫了 我现在就在警署 等你来给盈美和王文远 签两结束 又欣 你做什么事儿 喂 妈 哦 又欣 你别了解了 你赶紧去找她奶奶 赶紧去签调解数 小天母 要不然 今天这事儿 还是算了 我都听你的 那我先去签调解数 你在家陪领了 不用急着去 我当年话就去 当局所换了王文远 和孙愿美 另外 我听说王家脱关系 拿到了欣险大给人邀请她 取消他们的入场资格 但是不要控制她 是什么 解决了 你累了一天了 这部房地戏场 我在里面围 这样就行吗 又欣险大 你怎么又要喊醒家呀 大宿我也不相信 你一个电话 就让人 又欣 这件事儿 事关重大 以后我都记得害人心了 你赶紧去找我俩人 签调解数 你俩人还不太懂得你呢 对对 又欣 你不是 先跑一趟吗 妈 让又欣别过来了 警署这边已经放人了 真放人了 宁美和汪远都没事了 应该是吧 孙宣墨难道真的只是一个穷天蛋子 只要一个电话就能让放人 孙宣墨可不会是什么军官吧 你怎么突然比我还爱坏 他要是有心 至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才我们家住 你这样的官 为你也太惨了吧 那你怎么解释 他一个电话 让人家 他从里面放出来了 就算他自己不是 难道 他这是什么大人物 这倒是有可能 萧天墨 二十五年的穷兵蛋子 有很多战友 说不定其中一个 现在坐上了高位 战友之间 过命的就不起 小对方了 慌慌慌痒痒的人 确实 就是一句话的事 没想到这个萧天墨 还有这么硬的关系 萧天墨 你过来 我问你点事 好 萧天墨 你在江城 是不是认识什么大人物 那警察的队长 是为前老战友 算不上什么大人物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你认识什么大人物 连勤姐都不懂 明天都是西甲大火 那简单 我直接带你们进去 大姐明天就开始了 你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到邀请函 太远能进去 你不听你我会死啊 我要带你们进去 还是要邀请函嘛 谁要是阻拦 就是找死 这牛 在天上飞呀 又欣 明天我会让你成为大典上的女主角 你要不要穿在正式里 走 怎么都以为我在吹牛呢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天一啊 对外公布 明天的大典 我会像一位姓苏的女厂 救 是 老大 那我安排车 明天一早去接你和嫂子 天哪 是哪位大人物 都用龙帅车队 我昨天晚上听说呀 龙帅要在今天的大典上 向一个幸福的女孩求婚 这个车队 不会就是来接那个女孩的吧 我们竟然和龙帅的未婚妻 住在同一个别墅区 而且更巧的是 那位姑娘也姓苏 明天我会让你成为大典上的女主角 小天河 小天沫 这只车 你发布真的都是你儿端的吗 就接个人 喜欢吗 小天沫 这是 真的吗 老人 是我 这个车队可是龙帅来接的未婚妻的 小天沫 这种龙你也敢吹 真是没婚妻 你不找死啊 真没吹牛 一会儿这个车队接的如果不是我们家右膝 你看我吹牛 你可太沉得住气了 我以前只知道你收到了龙帅的邀请 可没想到 你竟然是龙帅喜欢的女孩 姚美啊 你可太沉得住气了 那之前我只知道你接到了龙帅的邀请 这没想到 你竟然是龙帅喜欢的女孩 这个龙帅的车队给你开路 那可是给咱们老苏家长大脸了 哎呀 都跟你说了 我也不是故意吵着 他什么时候看上我的我都还不知道 常常龙帅 怎么会关注我一个小人呢 姚美啊 你呀 就不要太王子菲薄了 咱们老苏家虽然 但是咱们英美 那可是争气啊 你呀 肯定是用你的内心 这么一说 我倒想起来了 上个月我去南京参加同学联会 当时有一个年轻的金官看了我好几眼 现在想来 那肯定就是龙帅了 哎 那肯定是龙帅对你意见钟情 又西啊 姐姐哪有今天要好好谢谢你才对 要不是你把萧天墨这个垃圾捡走 我跟龙帅也不一定走到今天这一步 哎呀 我说苏国脸 你们家之前不是说苏又西捡了个天大的便 不就是会点医术 一年一千万的签约费吗 那给龙帅无尽的权势比起来 告诉你 等从龙帅的大殿回来啊 龙帅成为我苏国威的女婿 我就把你们扫地出门 那个 大夫 闲两天的事 跟我和国人都没有一点关系啊 都是那个 萧天墨这个家伙的新工作了 在我心里 我们也被弟子里了 苏国威 你们父女俩是到脸上去当服务员的 求什么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没有关系 那跟你有关系了 萧天墨 你是不是看我要嫁给龙帅了 心里很嫉妒啊 你说同样都是当兵的 怎么差距就这么大了 都很想去跟你现场 那待会儿我就让我爸多天两个男孩 在你桌上去 别让你们见识着 还是我去公里给你拍照片子 你当服务员的样子 你服务员是现在顺不过的 做你一个穷兵蛋子 还想去参加大典 笑掉大牙吧你 萧天墨 人家苏英梅马上就是威龙帅的 威龙戏了 你怎么还敢招惹她呀 不错 今天晚上 你再也必须去我们家住了 你以为我都得过挺多远 不要怕 苏英梅和苏国威 去大典进去当服务 他有时候我让他们给他们观察盗子 车就等半天了 咱们出发吧 小林墨 你还来劲了是吧 这事给你做的吗 一会儿下来俩壮汉 咱就你解交 我老大夫要自己开车去 让大家都睡了吧 哎 我还我都还没上车呢 喂我们都还没上车呢 哎呀爸你看啊 英梅啊 都怪那个萧天墨耽误了你上车的时间 这就是司机 也都是他妈的一根筋 哪敢违抗龙帅的命令啊 英梅 大不了啊 咱们自己开车去 嗯 车对什么都不重要 龙帅对我的心意我知道就行了 嗯 对 走 不愧是龙帅啊 谢甲大典 档次就是高大胜 我们就是在门口看个热闹 崔原子民啊 这些为你准备的邀请函 给我的 萧天墨 这邀请函 是你送来的 不是 有我在的话 你能进去更多孝要求 萧天墨 直到临头了 还敢 文远 这个邀请函 是你派人送给我们的吗 叔叔阿姨 前两天呢 我让这个萧天墨给气糊涂 做了一些冒犯的资论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我特意花重金 从王家人手里买了三种 希望叔叔阿姨可以原谅我啊 文远啊 你有这么大的诚意 不见你真心悔过 人非圣仙 熟能无故 阿姨原谅你了 爸 你赶紧把邀请函还给他 不用谢 我也这么有主意 你什么态度啊 苏英梅马上就要嫁给龙帅了 咱们家要是再不找靠山 可就要睡大街了 叔叔阿姨 我跟你们保证 只要佑西嫁给我 苏英梅接触我 王文远 叔叔阿姨 佑西 咱们赶快进去吧 这龙帅大人的典礼 任何人不能知道 不过呢 我总共就搞了三场 这姓萧的 可不在我的计划之间 你管他干什么呀 他呀 就是个吹牛大王 佑西 你别在那弄着了 走 咱们进去 要去 你们去吧 人家陪你了 你就说的什么话呀 人家 小天梅 咱们走 那可不行 咱们要是走了 妈和你妈就麻烦了 王文远 怎么 还得我躲起屁 小天梅 你字典礼 除了吹牛 还有别的词吗 算了 你一想回家就不回家了 反正今天周末 妈也不要 很早起 叔叔阿姨 看样子 有些是不肯原谅的 他呀 就是一根筋 你放心啊 文远 等大点一结束 我就把肖天墨就害人进赶走 让他在边上挑拨离间 死人家游戏 早晚会想明白的 远 姓七八糟 比你太远了 我没必要拿他当情敌 尤其答应他求婚 不过是因为讨厌老太太 给他包办婚姻 叔叔阿姨 你们还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呢 我能不能取疗有些 神养的阿姨您了 好做好做 这件事啊 包在我国立身上了 要走了呀 你进去 好 三张邀请还是假的 你不能进去 好 这是我花重金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 怎么可能会是假的 这关于这个邀请还是哪里来的 合体表里边没有这三张邀请函的信息 赶紧给我离开 不责 别怪我 快点 小天梦 我爸妈好像和什么也起争论了 我就说吧 你爸妈不用麻烦 走吧 看看吧 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你们工作人员的失误 凭什么让我们来承担 我们可是龙帅的客人 是你们新公团 要对不起的存在 是吗 伪造邀请寒者 死了 说说吧 是谁证捞的 他们是带我来的 不 不休不哭的 王文远 你个兔子 你很多逮你 王文远 三张邀请 明明非你让人给我他呀 长官 我可以走着 这张假邀请函 是王文远 跟他们两个没有关系 苏又欣 你为了给你爹妈看谁 这您扣到我身上 扣到我 我们能来参加大姐的锦商 听我好和家好 根本不需要邀请 何必多此一句 小天梦 你瞧不起大姐 一步尊重容顺 长官 这个人侮辱容顺 你是不是把他抓起来 对不起 小天梦 是在下图理不到 要不把分子蹲乱控制 没事 各位 安排我们进场吧 对 让他们两个也进来 不就行 我们走 小一点 往里边走 站住 你离开 小天梦 您知道 信心已来 你说的都是真的 等到你开始 你就知道了 小天梦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我跳你管 苏又西 你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吧 龙沙大人要向我求婚 那我就是这大点的女主人 你来我的地盘 你说我管不管得着 星月美 你到现在还做梦 你们来这儿 就是来当扶元伺候 小天梦 你敢羞辱我 你烧死 等龙帅大人向我求完婚 我立刻让人整死你 各位 上我 龙帅大人马上就要向我求婚了 你们等死吧 本次大点乃是上风恩寺 寓意为龙帅功成名就 一锦还乡 龙帅想着借此次的典礼 向他心仪的姑娘求婚 在龙帅上场之前 我仅代表全场的下属 向龙帅夫人 腾上新婚大饼 嫂子 您就介绍大家 对您和龙帅的祝福吧 就是这个个礼 也是我们替龙帅 以下的听力 好 我收下 跟您有什么关系 我一边去 自所多挺多东西 您也可以站在嫂子旁边 龙帅夫人好 嫂子 请收下 北京万千将士的心意 吉祥如意 豪华别墅 石套 凤凰鱼飞 顶级跑车 二十台 九凤来宜 东郊宅地地 一百亩 鸳鸯细水 海上游艇 石搜 供奉成详 黄氏珠宝 一百件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老子 我是龙帅的手下 我姓杨 您可以叫我小杨 是 老子 您接下来 永熙 你快 你快收下龙帅的聘礼啊 可是 我跟龙帅 一面都没有见过 我想不通啊 为什么龙帅 偏天就看上路 我 我跟别的 我一遍都说 龙帅有种 这是后面 孟敢 可能 满怨思 夺消未必 遂欢于 销魂之味 忽肠之 偷得一点 等我 真 等我 回来 又欣 小杨 这话什么意思 哎呀 别管这么多了 你不是挺喜欢龙帅的吗 正好龙帅也喜欢你 这是天作之河呀 全都拿回去吧 有趣 老子 您这是什么意思 结婚应该是两情相悦的事 不应该掺杂任何其他的东西 尽管 你们龙帅全亲天下 宿可敌国 不是 我也绝不可能嫁人 可是 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 你也不必再多言 另外 我已经结婚了 我老公就在心中 好的 孙小姐 那您的话 我一定会转打给龙帅的 那个 我去一趟厕所 你在这里等我 宣告我就是龙帅的环节取消 所有人不得透露我的资本 不然 没局 你们两个不是过来当服务员的吗 还想坐着吃饭 搞此不成 大哥 营美 来 我给你们拍个照片 回头呀 我找人洗出来 挂在亲戚家的墙上 服务员 去茶喝完了 再加水了 来 来当服务员了 不要突然架子 苏友希 你的脑袋这两天是不是没几了吗 龙帅的求婚你都敢拒绝 你想害死我们呀 友希啊 你之前不是一直喜欢龙帅 说他是全天下最有魅力的男人吗 为什么要拒绝他呢 还把话说得那么死 这可是非常制度变疯狂的好机会 还能让咱们苏家一跃成为江城第一大家族 那时候老太太 老大妇女俩 以及苏家所有亲戚 谁也敢瞧不起咱们 考虑考虑 拒绝又拒绝吧 没有龙帅的事 照样可以把游戏打造成一只金锋 你说什么东西 也敢跟龙帅相提并论 真能吹呀 现在还想起来 为什么我们刚才来入场的时候 乐视方面对我们如此逼顾逼惊 原来呀 因为龙帅喜欢我们游戏 你可真不要脸啊 谁敢顺杆往上爬 把所有的什么都占尽了 该给我滚 直到会想明白 答应龙帅求婚的 我们家 容不下你 行了 你们就别吵了 爸妈 现在公司有点事 我得过去一趟 小天沐 你要是没什么事 就回家陪林了 让你滚 你都不滚 谁也是当过几年兵的男人 真是一点血清毒 你要城墙一样后 你 如果你再当无辜军队的名 杀 天沐哥 是你吗 思涵 天沐哥 真的是你啊 你回来怎么那事情跟我说一声 我这次回来说 你这事情三本 一会我就回去看 好 思涵 这一位是 这一天叫一下 这是我哥 小姐 我叫李新玉 是小韩的 要不是五年前 你去当兵 失去了联系 恐怕 你俩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就没过什么事 咯 谁也得是相逢的 今后都有认识 咱们俩还是先你老了 不是吧 你别胖 我跟李新玉 是人类 我跟李新玉 肖天沐 既然你已经失踪了五年了 你还回来干什么 你又不是莫家的青森骨肉 你就当自己死了 不好吗 你是怕我回来跟你抢手 你是这样 你想多了吧 一个成当兵的 你以为我会怕你 你知道 我是谁吗 不好意思 对你身份 不感兴趣 兴趣 只怕是知道了之后 无敌自容吧 说什么有任务在身 我看你啊 就是当了五年兵 没混出什么名堂 对八倍会远急了吧 怎么着 要不 我给你介绍的工作 肯定比劳务市场强 只要你答应我 离小莫远一点 我保证 你可以取个普通 安稳固日 老大请请上车 招财周四位大人的话 就算是个便饭 哎 安稳固日 你 你 将其的一号人物 入现什么 不该也知道的 第三 小心 有 有 命 老大 你想去哪 回末家 不过在这之前 找个地方 买些老年人爱吃的补兵 是人老大 还有我王远那个家伙 要不要 直接毙了 算了 打一顿就放回去了 毕竟只是个平民 只要他不做太过分的事情 我可以找了他 毕竟 我现在是个当爸爸的 受伤不像真天人小型 是 好的 谁啊 爸 我是天墨 天墨 真的是你 刚才小韩跟我说 在地下车库碰见你了 我还以为他骗我 为了让我高兴呢 来就来 还拿什么东西 来 赶紧盯 星宇啊 我们小韩不太爱做家务 嫁到你们李家以后啊 你一定要有内心 以后 一定要帮妈去做家务 哎呀 嫂子 你瞎掏什么心呢 人家李家呀 可是名门望不 你们家里又人就好几个呢 小韩过去啊 是当少奶奶的 哪又做什么家务呀 是啊 你少 以后有什么发财的项目 一定别忘了 哎 我们全家可都是提问你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们叫我叫心欲就行了 其实我们李家 在江城 只是有点小钱而已 也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小姑 大舅 你们啊 就别抬起我了 这哪里去抬起 你们家就是名门大户 你都不知道 你和小韩的事 我这个大舅 出门 多了面 多了 就是啊 多了面 妈 回回来 天父 又 天父回来 你还难得能找着我坐 家里门 哎 你说你 从回来 把他回来 他还结婚的时候回来 你亲自来盯他一脚下 他想当第三者 一个都是本事 一个充当定的 李家动作出底包 就让他在江城混不下去 但是 我们小韩可是李少子的一天气 而不是五年前 那个猛猛这个少女了 不该也知道了 李少 小心 有人要我的命 小韩 你也回来了 爸 我这次回来 有任务才是 就顺着回来 看了一半 看了你们身体 今天也刚刚了 我就放心 他就啊 好 你们继续 哎 现在到 你都还没回来了 今天怎么得 在家对这些 爸 我这次啊 回来很常有事 有没有事 我知道 李正宜 但两天后 什么很疼的人 你一定要抽时间过来啊 什么好多 就算没什么 我老婆 别干了天幕的正事 好 那我送天幕出去 哎 李少 你看上去 好像很怕求我呀 他不是当了心理吗 你没有提示过 乞丐啊 立功什么的 真的 他在里面生什么呢 不应该呀 他没上完学 就去当兵了 也就85吧 能有多厉害啊 我 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呀 哎 什么呀 希望 你能够小心 我没有伤害到你 我怎么还能够 我还能够 我还能够 谁没够 我还能够 我 你 你 就是 对啊 好 千万不要自信了 是我跟家里都没有联系 小胖就从自己幸福前 我和小胖就有个喜好 我跟这爸和当面里看呗 他没有什么难以至信 想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我这个做贵贵 我高兴还得起 千万 你能这么想 爸都放心了 哎 对了 你有没有听说过 北京有一个什么龙王 被封为 九州第一战神 爸 你是都是从哪里起来的消息 我总没有听说过 什么龙王 还什么 九州第一战神 跟熊基础 是吧 刚才骗了 没有 不对 他不是在西北当兵 那最近刚提干了 爸那都是军队的传书 你还告诉我 人是 人在骗 我就说嘛 他那儿子平时有手好闲的 怎么才是我那几天的提干 还是我儿子厉害啊 现在都为国家执行秘密任务 国头的栋梁之财啊 哎 对 你妹妹马上就结婚了 你当哥哥的 王二十年 正好 这次回来 赶紧给我相亲情 爸 我对你任务 挺多的 你 行 你任务点 稍晚点再说 我告诉你 那个老张春海吃油 但他那个姑娘呢 爸 我现在开始认识 这孩子 老大 住的地方已经安排好了 现在直接过去吗 在哪里 海上云台 江城最好的军事局 走吧 这次大难 小天墨 远远的你看着像 还真是 你怎么在这 住 什么 你说你住这 小天墨 你真是个牛皮党 你知道这里的地方 最便利要多少钱 多少钱 我还真不清楚 够价了吧 我早就打听过了 这里最便宜的那套 多了六千八百万 连我皇家都拿不出来这么多现金 我一个穷当兵的 你却说自己住在这呢 简直笑死个人了 老板 机会是给你 要个骨验 不要不是 这位先生 请不要在海上云台做出任何不文明行为 是吗 是 您说单单 我问跟您问一下 刚刚那个男人 他住在哪里 你打听这干什么 哦 我们俩之间是 他家庭条件一直很不好 今天跟我说住在这里 我是怕我们那些女同学被他给骗了 你刚看见那男的旁边美女的吗 那名字叫叶英 刚买下海上云台 最贵的山腰别墅 山腰别墅 那女人可真有钱 小天墨 就算你住在山腰别墅 还不是用罪言话 这要是让所有地址 我看他后不回头 谢谢 快点 先走了 哎 年轻人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不要因为某种异化 而逃空的身体 你 老爷子 恕我直言 您练的这场拳法有问题 双敌一千四四八百 这和您年习的目的背道而去 以后还说彪在你 你 我爷爷说你纯迷九色 会伤的根本 你非但不反思 还挑起别人的毛病了 这套拳法可是组织机密 哪是你这种顽固子地能躲 好的 您累了一天了 再回去休息 走吧 哼 这都走了 心虚的是吧 小墨 小墨 不得无理 刚才是我有眼无珠 错过了一次高手点拨的机会 爷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可能不知道 当你言语冒犯的时候 他身边那位女子已经对你动了杀死 在那一瞬间 我仿佛从他的体内看到他的气量 犹如千军万马 就是十个爷爷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况且这位室外高人还称他为老大 可见这位老大隐藏了他真实的实力 普天之下能有这种实力和地位的人 恐怕只有传说中的那位了 传说中的那位是谁啊 不要多问 老墨 你要记住 今后我们秦家的人 如果再次遇到他 一定要恭敬有加 不要再做任何好犯他的举动 传说中的那位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喂 小婷莫 我帮帮把你赶出去了 今天我有避风 就明天再去找你 出了宾馆 你还能去哪儿啊 其实这些年 我偷偷攒了一笔钱 我买了一个小公寓 要不你把那个宾馆退了 先去那儿住着 今晚就不去了 不然还得跟着我来回跑 明天我再去找你 那行 明天见 妈 我听说 所有西和老三那们搭着我家 现在正收拾东西 准备搬出去的 我出一个了 得罪了王文远呼呼 竟然还敢拒绝龙少的求婚 这在他想明白之前啊 最好别回来了 少着苏家被他害死 奶奶 你去哪儿了 大外公穿成这样 还不嫌疑过人呐 哎呀奶奶 人家这还不是那个咱们孙家 不透心那个贱 不仅惹毛了王文远 还得费个龙甩 我要是再不找一套 咱们苏家就搭不成不远了 走后来 你请一下 我把陈家大少爷 陈浩飞吗 陈家 可不比往前差 就是 你相亲的陈浩飞 对对对 对 您孙女儿现在可是陈浩飞的 王文远在想中咱们苏家 好怕你爹了 好好好 没有看错人 完全是错呀 还是你好福 虽然让我们遇见过挫折 也有绝地反击的能力 好孙女儿 没有了龙帅 照样可以封倒那座狗 爸 爸爸你工作忙完没 今天可以陈林阿娃吗 昨天晚上你没回来 林阿娃好想你啊 你们这是 爸爸 昨天晚上妈妈一回家 就跟外公外婆吵了一大叫 然后就收拾好行李 今天很早就带林阿来这里 然后就是 你们就住这里了 爸爸你会跟我们一起住对吗 你找几番家 只要是林阿娃 林阿娃 林阿娃 她扑着要爸爸 你说我一手把你带大 她才回来几天啊 就是跟你说一顿饭 你怎么就记得她呢好了 我看呀 以后林阿娃就不需要妈妈了 林阿娃 妈妈好像吃醋了 那你告诉她 爸爸和妈妈 你最喜欢谁啊 林阿喜欢爸爸和喜欢妈妈一样多 我们林阿娃真是个小精灵鬼 那你们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去游乐场吧 林阿娃一直都想去呢 但是她一直说 要等爸爸一起去 是不是呀 太好了 去游乐场是林阿娃最大的心愿了 其实妈妈也有一个心愿 什么心愿 妈妈喜欢香料 等希望游乐场 妈妈去给妈妈买香料吧 爸爸答应你 今天林阿娃的冤枉都可以实现 不用了 小孩子的话 你不用太当真了 你今天好好陪林阿娃就行了 是我欠了你的 你怎么来了 Surprise 又姐 游乐场下午有一个大规模的猪包展 你给我去看看 喜欢什么随便挑 到时候咱们结婚的时候带着 肯定笨有面 小天梦 你有什么资格抱灵儿 爸爸 一个人总是让妈妈的便宜 别人讨厌吧 爸爸 所有戏 老子追你那么强 从来都那个不好脸色 这个穷逼才会的 谁就恨我的张开双腿迎接 还让人家鬼叫爸 我真是见到什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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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文远 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我爸差点被你害死了回 我不是死 我也绝不会嫁给你这种卑鄙小人 卑鄙 那他呢 他就是你演出的好男人吗 我昨晚亲眼所见 他跟一个性感女人去了山腰变墅 那你的保安说 他就是一个被包养的小白脸 是 你接受 他再怎么样 他也是我的事 用不着你管 小夕 你 你真让我去 那个 王远的话 是在恶意重伤我 真神奇 这条由欧洲大使打造的南非之心 竟然和咱们随带 已经胸目中出土的文物 有许多相似之处 说不定是他偷取了咱包子宫的创业 肯定不是 这条项链问世的时候啊 那个文物还没有出去 就先别管这些了 我就问你 喜不喜欢 妈妈挺你喜欢 要不他才不会看这么认真的 是吗 连脸都看出来了 那爸爸就把它买下来 送给他 好不好 最好了 妈妈 你以后不要再等到 妈妈也给你 小朋友 你妈妈看上的这款蓝色的项链 是咱们全场最贵的 要八千万 旁边这一条呢 才要四千万 什么 这么贵 这是咱们全场最贵的项链 爸爸 八千万是几块钱 你八千万 最厉害的 但是报告你得起 太好了 爸爸是最厉害的 我觉得太贵了 其实 也没那么好看 也不算了 我当是谁 原来是我那个连龙帅都感到这个梦里 怎么 这个穷鬼秀天墨什么时候发达 竟然也打上南非之心了 知道南非之心代表什么 南非之心代表了 可是最高五十七 你们这两个狗门 嘿 爸 爸 你帮我打 你给我去六七八十 然后从这里给我出去 我可以进 小天墨 谁长在我身上 我愿意怎么睡就怎么睡 再说 刘夕这个标点的见 不明不白的怀了愿 还非要把孩子生下来 这才生了几年啊 又找上你这么个级 美名其约 给这个孩子找个大 还不是自己饥渴的 真是个丑人 又打我 搞死啊 肖天墨 你居然敢动手打我 你知道我男朋友是谁吗 打你 我又管你男朋友是谁 你要再有几个游戏 信不信我发了 天哪 没事吧 去小的 你他妈敢动回陈浩飞的女人 天哪 竟然是陈浩飞 被打的竟然是她的女人 看来这小子这回是要倒霉了 肖天墨 你别疯漏 他可是陈家人 从走在一起的 谢谢 对 亲爱的 你要是再不来 我就要被这个信箱的去杀了 我只希望 我至于 放心 有我在 没那么欺负的女人 你 给我的女人 磕头道歉 然后 从这里过 我要是说 那我就让你知道 死字怎么写 谁让小先生 我好想出去聊 这姑娘谁啊 胆子这么大 怕什么 什么就大 我死了 这可是亲爱的大娘 有情路 他就是情路 有情路 我真的不知道 秦小姐 你也来看展啊 这场出包展 本来就是我爷爷为了哄我开心才办 我来要听你 秦小姐 您是主人 自然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怕是我不来 有人要在这儿充当大拿 让我的规律 都在这儿 实在动力 让一些暗眼的东西 打扰你们俩 要不您看这样 我安排安保人员 谁受陪伏您和您的家人 秦小姐 您 向先生 我 对不住 向先生 我不知道您是 秦家宗贵的客人 我 秦小姐 你刚刚说的爱也不加滑赛 你不是让笑线绕爬出去吗 那现在 你就带着你旁边这个恶心的女人 一起爬出去吧 秦小姐 看来你的话 其实都在搞不用 为什么 怎么 听不懂吗 那我再说一遍 你们两个 现在 坐爬出去 整个江城都知道 我秦莫脾气不好 你们再装傻 出愣一份 我让你们更难堪 好 还不吃饮 亲爱的 怎么先出去再说 素有戏 小天末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这件事情到此危止 大家安心看展吧 爸爸好 你还要换人扮小狗 换人扮小狗的呀 是这位姐姐 我可不能抢了她的功能 你呀 谢谢姐姐 小朋友 你还管我叫阿姨 为什么呀 你真的漂亮 为什么要管你叫阿姨 你管我叫姐姐的话 我就要管你的爸妈妈妈 叫叔叔阿姨 这样我就低了一个位子 想想都觉得是亏 你不愿意 我又要叫你姐 明儿 还是叫阿姨吧 那两头项链我买 亲小姐 那你先去忙吧 我们再随便看看 你也不用专门安排人陪同了 非常抱歉 8号柜台要立马撤柜了 你问到海洋之心 和一粒红尘 被一位神秘富豪买下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 其他的展品 算了 走吧 反正我也买不起 爸爸妈妈 你能在路线买狗吗 明儿放心 爸爸给你保证 等妈妈生日的时候 妈妈的冤枉就会实现 后天就是妈妈生日了 因为不会把你抢过来 咱们不可以抢别人的东西 爸爸有钱 爸爸到时候再买回来 那我带你们去吃饭吧 我能买菜回家自己做吧 中午的时候在饭店 我看灵就吃得很少 不要不要 你妈妈一小小 吃饭会倒架的 灵啊 你为什么不说 妈妈 你去吃 把冬少干了 是呀 我去冒烟 什么不好吃 我闹不去冰激验嘛 我去吃公司太忙了 我没时间学 就好不容易想学 还总被人嫌弃 灵儿 妈妈做的菜不好吃 但是爸爸做饭好吃 你想不要吃爸爸做的饭 爸爸做的饭好吃 灵儿吃爸爸做的饭 好 我们去买菜 不用帮忙 半小时之内 三赛一汤 摆上桌 小秦莫 你到底是谁 我是牛儿的爸爸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不要钱 您知道 我为什么会做 是因为今天 秦莫对我的态度 没错了 那天 在汪远郎 你一个电话 就控制了新闻频道 你说你有战友 在电视台上班 你信了 后来呢 你又是一个电话 直接让警署 放了苏颖美和王文远 你是你战友 在那当大队长 我又信了 但是今天 陶陶秦家大小姐 又尊称你为萧先生 你如果真的是一个 平平无邪的退伍兵 他怎么会为了你 为希德罪陈浩飞 其实 在今天之前 我只见过秦莫一次 当时他爷爷在练拳 我只证了一下 他因此 还对我态度非常不友善 或许是我走了之后 秦老爷子说了些什么 这才改变了他对我这意想 至于他今天 为什么会对我出头 这个我也不清楚 我不管你是不是平平无几 总之 你不能伤害林了 否则 我就跟你拼命 黄西 我是不会傻一样 我会在学校里面 已经保护你 我也要看爸爸做饭 好 再给林二一块儿看看爸爸做饭 爸爸你做的饭太好吃了 所有饭店里的饭都要好吃呢 这个小码 爸爸做的饭就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饭 爸爸你可以每天都跟我做饭吗 当然可以 林二和老妈都是爸爸最重要的人 别说做饭了 只要爸爸能做到的都可以答应 今天晚上可以陪妈妈和我一起睡觉吗 林二 爸爸今天晚上 不妈不妈 我就要跟爸爸一起睡 求求你了 妈妈你跟爸爸是爸爸曾经经你的 你经过的时候 如果没什么别的事的话 就留下来 爸爸你看妈妈都说了 你就陪我们 天沫 明天就是小韩大婚的日子 你把时间腾出来 到时候早点过来呀 放心 爸爸 我一定到 林二 爸爸真的有事情要忙 恐怕今天不能跟你让妈妈睡觉 而且 明天也不能来看 林二 妈妈答应你 爸爸后天就回来 到时候 我再给你睡觉 还给你整顾手吧 林二哥 爸爸怎么没有时间过 爸爸你也听妈妈一顾 妈妈都顾半天了 一股该生气了 点到为止啊 老大 您一个项链 老大 从刚才您上来之前 我看见王文远和你走进的同一个楼上 我怀疑 他想得扫着什么不轨 要不要我出口 王文远 你去看 如果他只是跟右手说 你就垃圾坏一句话 但是如果他们这个 就是过分 是 老大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了 家里了 你怎么来了 出了完了 你来干什么 联系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早上 我太冲动 说了一些混账 你不要做你心事 好 今天早上的事 我就当没发生过 你走 和我们互相欠 爸 妈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 那儿有我和你妈就够了 对了 小韩他们几个姐妹在楼上 这样 你上去 他们有没有让你找你来 他们几个姐妹围在一起 上去不太合适吧 你忘了 那天我跟你说的 老张家闺女也在 进去找游头 逃逃进我 里边除了小韩之外 那个最漂亮的就是 快去吧 小韩 你这个项眼好漂亮啊 多少钱买的 三十多万的 这个是星律送我的 这个系列还有一个特别浪漫的名字 叫蓝色海洋的传说 看吧 选择李星月是多么正确的选择 还好没有傻乎乎的等笑天幕 我听说啊 李少带你去珠宝展啊 难不成就是在那买的 不是 我们去的是淮海路的金圣源 不过你说的展啊 我的确也去了 而且一眼就相中了他们那儿的头号展品 一粒红尘 只不过啊 太贵了 要四千多万了 连星律啊都吓了一跳 我们呢 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选这串蓝色海洋的传说咯 我也特别喜欢那个一粒红尘 耀眼夺目 结婚的时候 如果能戴上那串项链 一定厌压全方 我呀 更喜欢南非之星 低调 但他每一处细节都彰显了 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 不喜欢 哥 你来了 小安 哥 你来了 他就是你那个失踪多年的哥哥 猫天墨 没错 他就是墨汉爸妈从孤儿院领回来的那个哥哥 也不知道为什么 舅舅当时特别看好他 甚至还承诺啊 在他当兵之前要将小韩妹妹下给他 现在小韩都要结婚了 他又不知道为什么回来了 真不知道安的什么喜 小安 钱两天矿猪宝展 你没来到这心里 算是我这个做哥哥的 送你的机会 猪宝展 该不会是前几天小韩你一眼相助的那个一日平成吧 天呐 天墨哥 原来你是那个神秘的富豪啊 小天墨 你可恶心谁呢 看到没有 金圣元的新品 蓝色海洋的传说 三十多万呢 就你手里那个破烂货 你也好意思拿出来 真没想到有一天你会变成这个样子 把你的巷帘拿走 我用不着 就算是要装逼啊 你得知道一粒红尘多少钱吧 那可是四千多万呢 那可不是四千 也不是四万 四千多万呢 连李兽都负担不起 更何况他一个穷鬼 天墨 这么快就出来了 几个姑娘 没拿你平开心吧 哎 和老张家姑娘 搭上话了吗 没关系 男子汉搭上 遇到好姑娘 脸皮后盏没啥 人家毕竟是海龟 学霸 一般姑娘挑剔些 不过我儿子也不差呀 暗地里为国家做了这么多贡献 陪他呀 绰绰有余 爸 我刚接了个电话 有个任务出了问题 我必须去处理一下 这是我给小范 准备的结婚礼物 刚刚屋里的人太多 我帮你拿出来 你帮我转交吧 好 早点回来 我们是女方的父母 请问我们住在什么位置 秦朗 您来了 我看里面请 我让你给您上茶 有人跟我说 李家这里有喜酒喝 我过来凑个热闹 你们不会不欢迎吗 哎呀秦朗 您也真是会开玩笑 您能来是我们李家莫大的荣幸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快往里面请 大嫂 我们到底坐在什么地方 你们啊 坐在桌吧 怎么着 难道你们还想坐主桌啊 你们莫家现在什么情况 你们自己不清楚吗 要不是心里受你们女儿蛊惑 非要娶她进门 就一门莫家 有资格跟我们自己家成亲 反正你们的位置就在门口内装 你们要是不乐意啊 可以带着女儿一起滚蛋 你 算了算了 今天是小韩大写的日子 谁怕好有多了 好吧 我们受点委屈倒没什么 我女儿丢人 是啊 不在一个天 做的东西啊 她就别计较 刚才我观察了一遍 坐在前面主桌的 还真动谁 爸妈 大嫂 怎么能这样对待小韩的爸妈呢 星月 不是大嫂说你 你可是未来李家的继承人之一 这种大场合 孰心孰众 你心里要有个数 一个穷苦春春的丫头 有什么好在意的 想要在李家立足 先给一生儿子再说 我们家那帮穷心的 都不能吸你的血呢 更不让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行了行了 你别跟我在这闲聊天了 你赶紧去闪边去照顾客人去吧 前面坐的 都是能帮助李家做生意的大人物 各位来宾祝务好 作为南庄代表 我觉得你家星月非常完美 没有什么可讲的 至于莫寒嘛 我必须要听着几句 李家虽然在整个江城 不是什么顶楼 但是跟你们墨家后的意思 那也是天壤之别浪 既然星月直于要娶你 我们李家也认了 不过 丑话先说在前面 你婚后啊 你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李家开枝散叶 相夫教子不允许工作 不允许独自会友 至于你墨家那些穷妻妻嘛 尽量远离 别耽误我们家兄弟的大好团团 家子就开这个里面上场 真是更远看人逼 是我们墨家高攀吗 骗伙的李星月死缠烂了 墨小韩嫁给天墨 我更高兴 算了老墨 你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 咱们怎么能当场就闹出来吧 等这个我给我脸呢 还是再见小韩 你这个想巴了 怕他不知道什么理由上的 我替墨涵哥哥送礼物 有什么错吗 爸 天墨哥的心意我收到了 我现在穿着婚纱不方便 您先帮我收着 等仪式结束了 我再去找您拿 墨涵 这是你哥哥那份心意 你总要打开看一看吧 妈 您先拿这东西下去吧 妈 你是怎么回事 我哥哥送你这一份礼物 你连看一眼都不愿意吗 这份礼物不够贵重 你这个李家儿媳妇的脸 爸 要不你就打开看看吧 反正也浪费不了多长时间 是啊 星雨让你打开 那你就打开吧 亲家选这个时候送上来 一定是什么西式珍宝 我都迫不及待了 这是一粒红尘 好像真的是一粒红尘 不可能 我听说一粒红尘 是一位神秘富豪买走的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孟涵的哥哥就是一个臭当兵呢 他怎么可能送得起 这一定是假的 诸位 台上的那个项链 确实是货真价实的一粒红尘 天墨哥呢 我想当面谢谢他 天墨哥 你来了 原来墨涵哭着闹腰等的人是你啊 何云是谁呢 送了一粒红尘就了不起了 还不就是一个孟孟寺长的香烟小子 别以为有个放花后的哥哥为你撑腰 我就能对你另眼相看了 你人眼里的了不起 在我这里一文不值 你看他下面 坐在主桌上的吧 都是给我们李嘉来的 随便一个 把个韩王 弄你那哥哥的妖鼠 除了周总王总也来了 我去 那不是秦孟 他可是江城的一号人物 李嘉现在实力这么强吗 秦老投资 拜见肖先生 秦老 您这是 拜见肖先生 你们 你们这是 天墨哥 就 我在 小安 以前我不在的时候不知道发生的时候 但是现在哥哥回来了 就绝对不会让他们去 这是我送你的结婚礼物 喜欢 当然喜欢 那哥哥给你带上 哥 谢谢你 穆罕 你已经是李嘉的媳妇了 你怎么可以当着幸运的门 不见别人男人怀脸 你可不用脸的见惑 把我们李嘉的人都丢尽了 谁说我家妹妹已经是你李嘉的媳妇了 如果她现在改变新意 我这个当哥哥的举双手赞成 小安 不管是结婚 还是其他事情 你都可以自己做主 哥 我不想嫁进他们李嘉了 好 那哥哥带你回家 小天墨 我知道我跟你只是负用关系 但是你有义务在林二面前树立一个好爸爸的形象 私下 你追求哪个女人我不管 但是你就不能低调点吧 你让林二看到自己的爸爸和别的女人搂搂抱抱 你觉得他会怎么想啊 什么情况 我和别的女人 很多不敢当了 需要我把视频传给你吗 林二 我们走 这里边 不会吃醋了吧 又谢 又到咱俩生日了 晚上你有什么安排啊 没有 妹妹啊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么多年都没有人给你过过一次生日 想想也是怪可怜的 这样吧 姐姐给你转三百块钱 你拿去买个生日蛋糕 晚上回家跟你那个群 一起过去 谢谢你 但是 不用了 怎么 难道你还嫌少吗 识相点吧 如果不是你跟我同一天过生日 连着三百块钱都不会用 怎么 看到我每年花费上百万过生日 心里不舒服 不舒服就对了 这个世界很不公平 你做错了事 有些东西你这辈子都不配得到 因为生日快乐 我在罗日港的木星餐厅啊 订了一个大包间 现在啊 你的好姐妹都已经到了 现在 求你参加 亲爱的 你太贴心 安宁 亲爱的妹妹 天天没有 好多人在路心餐厅等着我 姐姐我呀 没空跟你啰嗦了 你自己买个小蛋糕 有点粉盘 你去吧 谁说又喜什么自己买的 呀 这不是宠鬼消天祸吗 妹妹啊 这么个垃圾玩意儿 你都捡回家当个宝似的 也太鸡不回事了吧 又喜 视频中的女人 真的是我妹 昨天是她大婚的女子 可是男包服不得体 她一事给她 不请我回来 小西 我逛下了路日港 晚上街上零 我们一起吃吃饭 小天梦 你可真会吹牛啊 我怎么吹牛 整个江城 谁不知道 从来没有人 能定下几个路人 就算是财力雄后 首尾公天的大家族 且不宜 可能我就是这个例外 不可能 我在木星餐厅定了包间 英美的几个好朋友 都已经到头了 你可说 真的有人包到几个路人 他们肯定会提前冲凑 我包下了路人 怎么会 还有还在木星 喂 喂 锁 要不 你们换个地方吃饭 要不 怎么换个地方吃饭 为什么要换 客人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 你刚刚被 有什么赶走我的客人了 你不是提前订好的吗 别问你 陪你走 如果你们不提的话 我可以让你们安安定定的吃饭 可你非要 那我只能按规矩吧 行 肖天末 我可比我妹妹有姿色的多 还没有小孩 我可以给你一次 跟我在一起的机会 真的吗 你愿意嫁给我 愿意 只要你带我去 落日岗餐厅吃饭 我明天就跟你去民进局里的事 那结婚的钱你也说 什么 你不是很有钱的吗 对啊 但我不愿意在你身上还钱 想跟我结婚 肖天末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 你 我让人给你查了一下 给肖天末安排这一切的 是一个叫夜莺的女 这个女人 好像也是从部队出来的 这样有帮的吗 靠 肖天末还真是个群部队 差点被他骗了 走 又欣 我可想找到你了 又欣 我来 只是想做你生日快乐了 我还在因为你准备的生日里面 你一定会喜欢的 老天之心 没错 正是理想你你的能力 情绪万能的能力 足够代表我对你的一片痴心了 你给你买下它 我把我的公司都已经变卖了 不过 你本来有压力 我相信 以我的能力 你过边来过去 你给你把我公司收起来 我给你吃这些 不会别的 我只是想你知道 我爸文远 不配了你 可以赴汤到我 能飞之星 你不是在珠宝展见过他吗 怎么 这会儿不认识吗 你笑什么 我不相信 你的礼物 能比我的还贵重 贵重都谈不上 但是你说起来不错 我这盒子里头 竟然也是能比你死 难道 小天猫 总的验评 小天猫 在我印象里 你自然是个熊女 他还算应该不及 没想到你居然坑风 管他一样好的 都承不住 你是不是帮了我们的兵 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想说 你所看的南非之心 是十足的讲法 坤右锡和灵类那么相信 你全省讲过来欺骗我 好 是什么巨星 你怎么就知道 我所有人对调是这样的 我当然知道 就凭你 一个被穷人家领养的顾问 能买的是金正南非之心 还要你直接送给你妹妹的 一位红尘 并不是这样的 你可真心 一片就是骗两个人 使看这三串 不是从于海上 银牌的那个女人呢 王文玥 你明知昨天视频上 那个女人 是天空的妹妹 你不意发给我 这我不会 不许 现在是天 我也是金 果然是你干的事 王文玥我告诉 我有挺多项链 送给谁能说你的事 这一项链的真假 还真不是你王文玥说的算 当然 如果你非说你那一款是真的 我的是假的 那咱们就建立出总法 真假必假的行 今天是六许的生日 你以为你仿得他的兴致 我看不如这样 让又夕自己来说 是真是想 一定跑不过又夕的发言 妈妈 爸爸的脑袱是红衣粉 那也要看见你一模一样 要那个头子 你又去看 王远 这条箱呀 王叔 四六许 你这是什么衣粉 放我戴上 好 四六许 到底谁一本 老子被你画 你看到我给你想他了 没人相信 至于 这条箱子的冰箱 还死了 我没有人存在 小姐你这是没救 我啊 把故事将不得人敢出去 贤哥 到底不欢迎你 请 六许 我只知道你心中偏袒 所以看都没看 你选择了我这条手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这条男贴之心是真的 朱宝展那天我跟你说过 我会完整你的心用 我小祖母从不失业 那到了大爷聊了 这个冰箱时间 爸爸对妈妈真好 灵儿 等你老大了 爸爸没了 比妈妈这个更快了 好吧 不要 我这样对妈妈也更好 灵儿是把妈妈伤心吗 小灵儿 所以 这一切都失业了 你说的那些话 做的那些事 都是真心的 从来没有骗过我 我从未骗过 这些都是真 小灵儿 你刚刚回来了 是 张春的姐姐 对啊 回来好几天了 你身边这位是你男朋友啊 你好 我是张春男朋友 你身边这位是 这是我老婆和我女儿 今天我老婆过生日 我们一家人出来庆祝一下 你都结婚一种孩子了 没上大学 所以结婚早 哇 你叔叔真漂亮 小家伙也很可爱 刚刚看见你们在 陆日岗走出来 你们在岛上吃饭 木星餐厅还是水星餐厅 我之前说过金星木星 还有水星餐厅 哇 小灵儿 你混得可以啊 现在都能上 木星餐厅吃饭了 我们是在木星餐厅 啊 别聊了 我妈扛曹小姐 扛她早点回家 还有事呢 好吧 对了 你们陪着去问你去吗 我要是不忙的话 一定去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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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真能听到你 没有叫你弟弟 别的牙脸 走 爸爸 你今天不是在这里吗 好 你说好 今天要陪妈妈和我一起吃饭 爹 爸爸 刚刚跟妈妈说 他今天的工具已经完成了 所以呢 今天晚上 他会留下来 陪我们铃儿一起睡觉 爸爸 妈妈说的是真的吗 妈妈说的对 今天晚上 爸爸和铃儿一起睡觉 爸爸东西 可以留下来了 我现在就要去睡觉 爸爸 你要给铃儿讲故事 小傻瓜 妈妈呢 要先给你洗香香 才能去睡觉哦 洗香香 妈妈你准备睡 我睡觉 小傻瓜 好 你可不要多想 我是因为不想让铃儿失望 我才让你留下来 我什么也没有想 那你笑什么 还不是因为险你 你答应铃儿 对 我现在什么没得选 我答应他的时候 也没得选 那你这么说 我让你留下来 是在勉强你了 没有没有 一点都不勉强 那你也不要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否则 我立刻就把那个什么龙虎还给你 爸爸 你也像妈妈要抱着我 老大 我听说 帮帽来教会 为什么 有意思 老大 你想去哪 是一座私人度假山庄 离这里大概四十公里 好 就去哪 是 老大 小天沫 快进 我先先帮大家说你了 我 小天沫 回头回来了 小燕来了 小燕过头 我特地面聊位置 就在我主座的旁边 那个位置太醒过了 还是留给其他 喜欢春秋的男同学吧 有我在 没人敢算一颗酒的 不用了 我就坐这里 原非这小子 大学刚毕业 自己和我家里的朋友 开一家工修 他上来一点点小 对不对 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老大 都把自己当中的 今天好好的 以为一下 一定要以为这人 我没答 咱们大小孩和战士交给你 你一定要喝到 有球笔 否则 就多喝点小吃 小天沫 天气已过不断了吗 有人说你去当兵了 也有人说你吃中了 就是让你现在 喝水看 我没错 只有 只是最近有些 死水消除了 不论出现我还没什么 走 这我说的话 你才是个病啊 不许个人 不许个人得识 焦天沫 你有这个厉害啊 焦天沫 他真是一首好看大词啦 所以我当初 还觉得 这就是个白马王子 弄那一开始豪车来接天沫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的 显然在这会是冷死的 好了 小天沫 这么些年了 你是老同学 一会要来一个大人物 我帮你一次见一下 你要是能得到他的心来 想管你 可以用话 什么大人物 还是给你原家的一天话 话还不能乱说 别看我们原家 在江湖上有密习之律 但是在大爷面前 大夫见仇 我 这人到底什么身份 今天都让你年少 不就这样 从我刚才说的话 你们应该也能听出来 这位大人物 萌扬 不过小脸 我跟他 我听不懂 大家都知道 风火争承 这位也是 长的 风火争承 挺厉害 别说我们原家 就原 一方恶质 都闪就不大 这个风火争承 对 在上 部队和地方向来都要多自己 各自物 对 什么来办 其实 风火争承 可是 重王旗 重王旗 应该是什么 人家差不多了 他应该快到了 我要去接你 是谁的啊 来 平时王 来 平时王 平时王 你这来的也太快了 刚才我听见门口有动作 说亲你来的 没想到你这么快走 风火争承 他是美丽风行的人 在他手底下办事 手脚不滑一点 怎么行啊 行行行 您说的太不 难以便宝 更为一个风火争承 到到一个 这样子 你过不了 不会走 就把小脸 不思索 图图囊 林先生不过就比咱了 大概两三岁 没想到有如此多的成就 真硬让我们惭愧啊 林先生气度不凡 又甚至大军军小时 其事 我等这些防护手机 没错 我们林先生 可是大肯展示的雄鹰 那以后会飞得更高的 各位幼儿子 大家都一样 都是为国办事 只是真功骨头码了 肖天沫 你是打兵吗 可疑系组的人都来了 你还在他坐着 就是要吃 活该就是一大肚兵 哎 昨晚的这位 鼠口龙他觉得 才一个系统 他可以唱歌呢 平来之前我跟他说 说我这个武器 摸大饼呢 肖天沫 你怎么还只顾着吃饭 你也演了一声就着 他想不想往上走啊 肖天沫 袁绍特意为你推荐的林先生 你别不就好点啊 肖天沫 就算你无心仕途碰见同系统的大领导 也该起身相迎吧 连我们都起来了 你还顾着喝酒 真把自己当大人物了 小天沫 你是哪个队伍的 见着我居然敢不起身 还你领导的名字给我说说 我现在就问问他 平时到底是怎么管教部下的 老子我领导的 是个队伍的下落 那你倒是说说 你的领导是谁 看看我 会我会违线到 你 真的想知道我领导的子 老子 消息不好 现在不想知道我领导的子 不不不 你犯了什么罪心里该知道 我也不所说 即刻回居中里 如果只有意义 工作 毕业力 是 是 小天沫 这是到底什么回事 这林航不是三末 是副官吗 怎么又查了你那些话 我可没有这样子 来 小查询 回床 对对对 小查询 小查询 大家信心 大家在一起 对吗 那我就先走了 您记得吧 大家去照顾 请你照 小天沫 我在大学 念的是山岳 现在在温柏渔落 作为电习生 下周末 公司会在江城 举办场演唱会 我会与艺人的行事 出道领导 那天对我很重要 小天沫 你快来给我捧场 小天沫 你快来给我捧场 你快来给我捧场 你快来 中国我可能有事情 如果女儿不上学 不会再加点 你快来给我捧场 你怎么 你又还有女儿呢 第一次走 跟着台湾 是 喂 妈 没事 好吧 你先照顾 我就先走了 师傅我真是不想骂他 他才去骂我的妈妈 然后我才去 老师我没有骂他妈妈 当然就要推我了 我不要无语捞我头 还说你 人王腾黑的好好的 会自己没法摔倒吧 还说你妈妈坏话 不是我说你 就你妈妈要这种作词 人马光不为不过实话实字 你还让人必须不论 就你妈妈呀 你谁呀 爸爸是王鹏飞献骂妈妈 我就不过推了他 他从一个伤滑下来踢了我 贝儿 告诉我 他进你哪里了 对 你就是说我去性感病毒吗 你性感打我学吗 你知道他谁家人是吗 我告诉你 你完蛋了 你别把你打我 哭你敢打 我今天还敢杀你 你这个大坏蛋 你敢打我 我要让我爷爷和我爸爸教训你 小小年你个胡说非 如果他再有些活 还在口出狂言 是不是我还找你 我爸爸是汪的名 我爷爷是王仇 他们会替我冒仇的 你来是王的 我你就告诉你 明天让我们来幼儿园给我一口钱 否则的话 别怪我心很熟啊 爸爸我不想你 跟你别人吵架 等我回家吧 好 爸爸不吵了 爸爸带铃儿回家 你不能跟哪边走 可让我王家人向你女儿道歉 王上奶奶 您可乱来了 我告诉你 我也给你家王鲁鲁过路 我这小脸啊 都已经小脸了给山主了 打了宝 二十次想走 没那么容易 怎么着 你想拦我啊 弄下一根手指 然后向我儿子和潘老师认错 我就饶了你 否则的话 不让你和你偏一归 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我需要你得饶 你要做什么 那不成 人想对我握手不成 你想弄我一根手指 找死不成 今天如果不是铃儿在这 我会把你说过的八话 全部实现在你身上 这就是欺负我女儿的下去 莲儿 莲儿 莲儿妈妈在加班 我们等妈妈下班回家 一起吃饭好不好 嗯 我原来等妈妈一起去 好 那爸爸打个电话 问一下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喂 老大 不好了 大嫂被绑了 莲儿 妈妈喝了酒不能开车 我先去接她 你自己在家看我电视好不好 好 乖 那爸爸会把家里的钥匙带走 等会不管是谁的能力 都不给她 爸爸妈妈教过我 不会给花人开门的 乖 那在家等爸爸妈回来啊 连我萧天莫的女人都敢保驾 真是招死 老大 查到了 在黄黄KTV 但是具体包间无法确定 机会的速度赶过去 是 小李默 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都说我也知道 陆西那个店后有了新官 跑来这里 就能先把动物干什么 许他做就不许我说了 还没进包间的就跟男人笼包在一起 你是见货是什么 在哪喝了 在 在服务包间 服务包间的顶楼 是你顶级的包间 他让你说你就说呀 你忘了他之前是什么对我们的 你呀 就该告诉我 让他一个包间一个包间再找 等他找到顶楼啊 所有清理的劲 说不定早就被离了医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那个车尾看到我吗 我就跟这种鞋似的 下意识地说出来 算了 告诉他也不妨 这里是涛哥的地盘 就算他背后有几家长鸟 他也不敢在这里面闹事 涛哥的靠山 可是一几家齐名的白家 这回又好心跳 人呐 都不死人吗 他们一个大红线 你们都看不住 我想你们有什么用 确实是快死了 你 你还没回到我根本 什么问题 你叫我怎么死 每个都不长眼的混蛋 敢在我的地盘上闹牌 涛哥 涛哥 你可叫他 涛哥 我心里这里贵为贵远 谢谢 让我把你抢 我个人也认为他 光是他在服务包间闹事 这边上 也大不算 王少佑 放心 孤立这个门 你俩之间的很远 王冠 吃吧 但是敢在我王冠 KTV闹事 口头 绝对归章吃不了 都在口 老子 老子 敢在我王冠 公主兵闹事的 是头一个 我很佩服你的胆 啊 胆是 我王冠 KTV的规定 天哪 拉着大家伙的面 留下一只手 我就放你 你让我弄走啊 要不然留下了 又不是一只手啊 涛哥 空下 抛一下 你给我一只手 走 王冠 你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我替你做 你让我砍下他的脑袋 送他手 这 小东西啊 你得说两句话 你就是个人了 你很狂妄了 看来你是敬不知 小时罚酒啊 可贵老子对你不客气了 兄弟们 给我上 不要让我问你 你是家 你是家 正当 请务必将这份当 送的方子 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道 好像有个男子在闹事 把弄来保护都干倒了 闹事 这可是涛哥的场子 谁敢闹事 吃了熊皮猫都咋 信箱在这儿有秦老成腰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吧 是啊 大家都知道 除了四大家族 谁要是在涛哥的场子动手 后死 也会把 这回啊 还是连秦老都保不住他了吧 快看里边出来人啊 怎么会是他们 这怎么可能 萧天墨带着一个女人 砸了丝隆楼间的场子 侯哥居然饶了他吧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刘雨昕 没事 不要怕 是我 萧天墨 萧天墨 你来了 谢谢你救了我 好吗 不要怕 以后那些人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不要哭了 一会眼睛开转 我可没法向你儿童的 刘雨昕 你跟我永远不需要说这种 我刚才打了你一把掌 还疼吗 一点都不疼 而且这是我该说的 什么我应该说的 我的意思是 是我没有照顾好你 让你差点落入那些坏人手 我该打 这要怎么能怪你呢 是我自己给你打电话说我要下班的 谁这么想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我走了 再会休息吧 爸 我黄飞被人欺负成这样 你可能替我们副主啊 黄飞只不过是在学校和中学起了点冲突 那个畜生 竟然下他的手 挡了十个耳光 我看 他压根没把我们玩家放在眼里 这样的人 全不能留啊 爸 那个畜生竟然敢这么丢了我孩子 我杀他 我会要生动 爸 那小的都欺负到我们王家仇上来了 绝不能善罢甘休 你可知道 这小子什么来头 没什么大来头 不过是苏家气女 苏又夕的片头罢了 要真是有点什么强大的背影 会让苏又夕就破邪 叫门 是 王家家主 王城在吗 毕人奉消灾过战胜之命 各位王家 送上众礼一份 还请务必开门 当面成葬 是那小子 将你给说情的 现在知道我王家人好惹 他伤害人 可是我王家的敌戏学来 请凭送我 就想求的原料 错 没错 一般的东西 根本入不了我王家的眼 除非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西式珍宝 这王家人还真是想象里奉仇 老萧天墨道歉 真是异想天开 这便是萧先生让我偷给你们的重力 请过目 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西式珍宝 值得你偷偷亲自送来 啊 是人头 是人头 爸 什么人 什么 萧天墨 萧天墨 你占了我儿子的宝宝 还敢送上门呢 你这是欺人太善了 老萧天墨 告辞 爸 小子 王家这个地步 你找人立刻成将 说过 先不要冲动 先不要冲动 你们怎么就是不听的 爸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让我冷静 我刚才问你们 这下子有什么背景 你们都说 没有 你有 结果呢 能让郑涛 甘愿跑腿的人 能是普通人 文远被杀 我比你们更痛心 一定要调查他的背景 这样 才能万无一失 你们放心 我就是拼尽全力 动用王家所有的能量 我也会要了这小子的命 小天宝 小天宝 我在黄冠KTV 莫叔叔让我教你一下 你有空一起来吗 小天宝 你来了 坐我旁边吧 这是我妈姓段 那位呢 是我表姐的 和牛肉 旁边那位 哎 不用介绍 我们认识 你们是同学 对我表妹还一个接着话语 第一次见面 就让我们等这么久 你可真行啊 同样都是男人 怎么差距就这么大 既然是来相信的 听说你的条件吧 有没有方呀 是不是学技法呀 有没有车呀 肯定是B字母开头的吧 有话在海上云台 是不是学区房我不知道 车也有 不过只单位发的 没花钱 海上云台 一听就是城乡结合的破晓区 我男朋友家 也住在八方城的别墅区区 一套下来 将近上了千万的 上个月 她爸爸刚给她买了 一辆两百多万的跑车 子宁妹妹 这是海贝高财生 你要是想追求她 房车这些基本条件 你至少得通过我男朋友意见 对 你现在是什么工作 当兵 当兵呢 挣几个钱啊 还想说我怕我们招待几个妹妹 先不说外面追求她那些算是王老五 就是说我男朋友 说下雨有好几十号月 就是这个老板郑涛 你知道吧 说我男朋友 是好聪明 也没有了 只不过啊 就是经常和涛哥喝酒而已 涛哥 这怎么还老太你亲自找来啊 今天我以罗表明他跟 我之后过来当个陪审 这这房间服务挺好的 不用你费钱 人家 我请你吃饭 到时候不要赏你啊 肖先生 小人 小人好 小先生 您大驾光临 我有事远名啊 似乎是罪啊 您 您现在错人了吧 你是谁啊 小先生 啊 是您朋友 不认识 听到了没有 肖先生说不认识你 马上给我滚 坏了肖先生的心情 你承担了起 包软 我张三呀 上没有怎么很喜喝酒 怎么 什么张三你四 每天跟我喝酒的人这么多 难道哪个人都是我朋友吗 赶紧给我滚 走 对你不客气 你不客气 郑汤 你牛逼什么 我男朋友也是有身份的人 他叫你车哥是给你俩 某个的话 就凭他在这里消费 他就是你的上帝 别这么跟脸不要脸 他乱的牛逼什么 你知道你该对谁说话吗 还想当我上帝 我只牵着我底部的东西 进来打我 我他打你 兄弟们 我把他拉到休息室 让我一行们好好享受享受 站住 小杰 你手放到你救我 住手 陶和 您好啊 这萧天墨呢 是我女儿的男朋友 和何蓉蓉又是他表姐 他们这是第一次见面 那有点误会是难免的 您就看在萧天墨的面子上 放他密码 这 你跟子宁的事啊 我准了 你准了 你跟子宁出对象的事啊 我批准了 不过呢 我是有要求的 结婚前呢 你每个月 要给死成五万块钱的领化 这结婚后呢 你挣的所有的钱 都得交给他 至于他怎么花呢 你不许过问 我今天之所以来赴约 是他少我忘记 真名语 我还真是一点小话 你说什么 托子 不好了 王家老爷子带人闯进来了 什么 王城 王老爷子 老婆 你跟何事 跟你没关系 性孝的 我王家 也算得上是大门大火 你不仅杀了我的儿子 还把他的人头 让人送回 你是在挑衅王家的势力吗 要 但你知道我为什么杀你儿子 就算是我弟弟 抢了你老婆 也是你老婆 卖弄风骚 物质减点 王家人犯了什么错 该受什么风骚 自然由我父亲来决断 你算什么东西 就把判他死刑 你信不信 你不再把判他死刑 我还敢让你 变成那种大火混账东西 你就是再厉害 你也是孤身一人 我王家隐藏的实力 不是你能想象的 是吗 那我倒想看看你王家的隐藏实力 比得上四大豪门之手请教 难道只有秦家才能让你惧胖吗 如果我成家叫上陈江 如何应醉 是不是够你喝上一壶了 自己有点本事就不让自己试试 还看不上我女儿 现在好了 得罪了两大家族 我看你怎么收场 你儿子丧尽钱 你还有脸来心事问罪 要不再多找几家帮忙 萧天沫 你还真是不见关才不落泪啊 传王两将带着这么多人来收 你还敢嘴硬 简直就是着死 妈你别说了行 女儿呀 你是不是别人吓死我呀 对他这种废物 你还替他说话 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啊 配不上你 我等着看陈王两家怎么弄死他 你也别不信 自然知道 凭王家 给我成家 是动不了你 当然了 既然我们赶来 这也是做好准备的 老大 秦老爷子也来了 秦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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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错人了吧 小小小 上回是我辜负了你的美意 先中后悔不离他 事后 我从多次登门待访 再都没看 这次在这里幸会 真是老天垂帘啊 秦老爷子 秦老爷子 就是他 他不仅欺负了陈家的孩子 他杀了我的小儿子 往很远呢 杀你凶手 你说是肖先生 就是他 你可得给我们俩下做主啊 肖先生身份显贵 从不乱三公 一定是你那不争气的儿子 冒犯了肖先生 行啊 话怎么这么扣啊 我儿子 莫非公私 你儿子是什么货色啊 难道我不知道吗 肖先生 教训他 你看着我 脸会满白的份啊 你跟肖先生说的行 吓了我 最后我们老家 为肖先生当跟做麻 战处不去 想当我跟做麻 现在我男的小家 还在那儿 你啥家 没错 你小天机都还没牌上 我们家算了什么主事 问他 是 给我找一个利索的手辞 气我送走 如果谁敢多说遗迹我 王伟明还身露宿 因为我乱 老子教训 这事我亲自去办 叶莹 以龙率的身份 邀请苏国林一家 以及各大人士 这次我不必装 不要守护右膝 都必须要报路上 找我说的去做 爸 是我天沫 我在江都九楼订了房间 您把妈和小韩都带来吃饭吧 过前市想跟你们说一下 那地方那么贵 下场不许这么破坏了 知道吗 好好 我等你们过来 天沫 这饭店装修这么奢华 价格很应该便宜吧 哎呀爸 这哪是不便宜啊 是超级贵 我听孙家公想说啊 他们家这家餐厅 至少是四位叔提供的 四位叔 那一盘素菜有一千多 那荤菜提供过万了 咱们四个人 这一顿饭要好几万 江城还有这么坑人的地方 妈 菜单都是明码标签 来这个饭店 不只是为了吃饭 更是享受这里的顶级服务 不是不像 咱们换一家 来的路上 有个川菜馆 那个不错 也就万个块钱 是啊天沫 妈知道你现在有钱 但日子 不能这么过呀 再说了 你还没娶媳妇呢 老沫 你家老太婆说的对呀 你那点情 就别吐瑟了 留着给儿子 娶媳妇话吧 瞧他们一家穿的 还是到大排档炒俩菜 尝尝得了 曹芳 我没得罪过你吧 我姐也是为你们好 只要是怕你们一会儿吃完饭 再接不了战 挨顿揍 可就闹到笑话了 哈哈哈哈 笑了曹芳 别给他们啰嗦 他们也吃不起 爸妈 难得来一次就别给我手枪了 非要哭我们比一比不成 我女婿定的可是天空二号包金 最低消费六万六 打上你们一年的收入了吧 请问几位有预订吗 天空二号送回预订 过生 来 还没进 你要 请问你这是肖先生吗 天空一号 叫天空 刚刚我有些事情被耽误过了 没有下落迎接你 还想肖先生输赠 没事 走 咱们进去 天空啊 你这是有什么大事 一定要在这里做呀 位置都今天定好啊 哥 该不会是我有嫂子了吧 透丫头 猜得这么准 对 妈妈 其实这次我找你们来 就想跟你说 我明天就要结婚了 地址在山坡酒店 到时候详细你们二老 和小孩妹妹来参加我婚礼 天空二号 你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 是啊 这事可开不得玩笑 虽然爸妈也想让你早点成家 但也不得凑合呀 爸妈 我真的没开玩笑 到时候啊 你们就好好看 你们俩的媳妇可漂亮了 那我给他好好看看 到底是哪家的仙女姐姐 能够和我贴墨哥的魂 哎呀 妈 还是我执名又西有秀 你看 龙帅的屁里都吓到咱们苏家了 那又西呀 要被嫁给到龙帅 我们苏家可就被帮死拿了呀 是啊 又西嫁给到龙帅 那我可就是龙帅的肉娘了 那我可就是 你以后出马 谁敢咬我呀 哈哈 我说活动到家 这些都直接进来了 你一个费我还不知道吧 龙帅下了命令 要游起我们又西 看到了吗 这可是龙帅 刚刚请人送来的聘礼 又西 你不是单约嫁给我 难道 嫁个疯 小天沫 那我怪他了吧 这样的话你都说得是好 我们又西不嫁个龙帅 难不成 他真的嫁给你这个龙帅 看到桌上那些上帝的骗子了吗 你拿得出来吗 谁说 你呀 一天到晚就只会吹牛 龙帅下了命令 我们又西 一定得嫁给龙帅 你呀 赶紧我混蛋 别在这儿 怪我们家的好事 否则 我做回都会放 又西 我就问你一句吧 你是想嫁给我 还是嫁给我 你刚才想嫁给你 是 那是龙帅的命令 你跟我不嫁过去的话 你怕我们都会死 你永远也会死 好 那我回来去 欢迎各位来宾 参与龙帅大人 与龙帅小姐的婚礼 由于龙帅大人是我繁忙 招伙别和前来 现在 留见我们的新娘批桃 又西 看你入场呢 你怎么还对肖天墨 那个小子不贴心啊 他要来早来了 这可是龙帅大人的婚礼 我亮这个小子也没胆来 他就是再有本事 他也不敢得罪龙帅大人啊 快去吧 大家都等着呢 去呀去呀 苏小姐 您是不是在等龙帅大人到了 再走去婚礼呢 哎呀又西 你可别犯傻啊 肖天墨那小子 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他要是敢来 我就跪在他面前 今天这个婚礼我参加订 博妹 英美 快去拦住肖天墨 上一次就得罪龙帅一次了 这次啊 我们绝对要讨好龙帅 这么坏了我们的好事 快去 拦住肖天墨这个废物 快去 肖天墨 你这个废物 居然敢来龙帅大人婚礼上闹事 识笑 我滚 丑子 打断你的腿 就是 别逼我们在龙帅大人的婚礼上动手 今天这个婚礼我参加订阅 如果你就不怕死的话 你动手啊 英明大人 赶快把他赶上去 妙眼舍就得坏了龙帅大人的好事 滚 公了龙帅大人 龙帅大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绝对不是真的 绝对不是 龙帅者 死 过去 启禀龙帅 王家王伟明已被我亲自处死 今日特来恭喜龙帅 龙帅大人 我们王家有眼不识泰山 现在我就这么一个独苗了 您放心 日后 我们王家一定要离开江城 您就高抬贵手 饶了我 龙帅大人 我上了年纪了 老狐独了 你饶了我这个命 龙帅大人 都是我的错 我应该跟又欣好好相处的 都是因为王文远 他欺骗了我 您就饶了我吧 龙帅大人 我也是被王文远所骗呀 龙帅大人 我要知道您是龙帅大人 那就是借我一百个胆子 我 我也不敢得罪您呐 林药 这些年凡是羞耳不救悉的 把他们从国赶出现 是 龙帅 都给我滚 我的好女性 龙帅大人 之前 您是我一时糊涂 对我们都是一时糊涂 我们 我们这些年 可是帮着把苏灵人养大了 我 你哭了 龙帅大人不是小人物 饶了我们 千万不要杀了我们 之前 之所以那样对您 都是因为 我们太糊涂了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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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看在你们养育游戏的份上 今天我饶过你 小丁木 你为什么要领导到现在 因为当年的事情 你过不起 我怕你接受不了我 那你 为什么现在又要告诉我 因为我不想再让你受到伤害 经过我们远的那件事 我先保护好你 就必须要保留身份 只有这样 那些事业 对你 对我们弟伶儿 都会进而远迟 我爱你 我想保护好你 你愿意下 我愿意 但是 你以后就不会走 是啊 我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了 我快吃 我说 我们准备 我怕不独小 我怕不独小 这就不要太近了 你 你 そう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